欢迎订阅收听由喜马拉雅悦文集团联合出品 西小妍猎神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福七七七 第八十七集 江亦看着江家音还把他当傻子一样糊弄 结果说着说着自己却忍不住满脸向往 不由得笑了 江家音到底是有多自信 才会觉得前一刻恨不得吃了他 下一刻说两句好听的 就能让他相信这些鬼话了呢 而且江建军前玉兰能不能当领导 跟他有什么关系 反正有了好处也不会给他 说不定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负他 不那是一定的 前玉兰现在就已经不知天高地厚了 但江建军到底是家里的男人 虽然江建军窝囊又爱装瞎 但总算偶尔还能压制前玉兰 一旦前玉兰真的当了领导 那他就更不是他了 好呀 但是江毅却眼睛转了转 漫步惊心道 那就考试之后再说吧 这两天他肯定不会做什么的 因为他要让江家音好好准备考试 信心满满地准备考试 最好能再跟杨莉莉再跟所有同学好好炫耀一下 这样等成绩下来的时候 打脸才更痛快 不是吗 嗯 好好好 那就考完试之后咱们再说 咱们说好了 江家音深怕死丫头会反悔 急忙点头同意道 说完 江家音眼里忍不住满是得意 太好了 就知道这死丫头好忽悠 看 这不就傻得相信了 姐妹俩各怀心思 决定暂时休战 江一转头 慢慢往家里走 刚吃饱饭 不能走太快 何况她晚上喝了好几碗汤 海带不点 但是吃多了太寒 而且其实晚上不该多吃 但是她现在这小山板 还远远不到操心多不多吃的时候 能吃饱 吃到些有营养的 就别挑了 刚到门口 就跟出来找人的钱玉兰 走了个对头碰 江音 江音 钱玉兰是出来找大女儿的 死丫头吃完就跑了 连碗筷都不帮着捡 她自己弄到现在 才总算收拾完 出来一看大女儿还没回来 钱玉兰顿时就担心了 今天 杨莉莉来的时候 她只顾着高兴了 结果一顿饭下来 才发现 这杨副厂长的女儿 怎么有点虎啊 所以她怕大女儿跟杨莉莉待在一起时间久了 会受欺负 尤其是佳音那么懂事 为了她跟建军的工作 肯定就算受了欺负 也自己忍着 这么一想 钱玉兰心疼得不行 围裙都忘了解 就急忙跑出来 本来见到江义 连看她一眼都懒得看 但想到 饭桌上 都是因为这死丫头 一次次跟她作对 弄得她不敢多说话 白白浪费了一个 讨好杨副长长女儿的好机会 钱玉兰气不打一出来 伸手就推了江义一把 吃完饭不干活 撕哪儿去了 江义被推的一个猎切 站稳了抬起头 看着满面怒容的钱玉兰 将一心里冷笑 钱玉兰真是日子 过得太顺当了 所以才来处处找她的麻烦 看来考完试 得让钱玉兰知道知道 能过安稳日子 就该好好珍惜 不然 真等她藏着掖着的东西 让人知道了 尤其是她很怕的人知道了 到那时候 钱玉兰哭都哭不出来 钱玉兰一看这死丫头 沉着眼睛看她的样子 就更火大了 看什么看 我是你妈 骂你一句 你还想吃了我不成 丈夫没在 邻居也到巷口唠嗑去了 钱玉兰全无收敛 也懒得再跟死丫头废话 就直接骂道 以后吃完饭不干活 我看你饭也别吃了 杨你个废物有什么用 对了 我警告你 以后你姐再带莉莉回来玩 你给我老实待着 不许说话 想想 不说话也不行 那个杨莉莉 也不知道眼睛里 是长哪儿去了 明明是佳音邀请她回来的 竟然就知道跟死丫头说话 不行 死丫头出现在饭桌上 她就没办法放心 等莉莉再来 你就回你仓房待着 不许出声 听到没 钱玉兰不想让人知道 死丫头住在仓房 尤其是杨莉莉 那还怎么让她回家 跟杨副厂长说 江家一家四口家庭和睦 所以死丫头 必须得安静待着 最好呼吸都给她审了 姜莉本来 没打算搭理钱玉兰 要走了 听到这话 站住了 天色已经暗下来 借着院里的光亮 姜莉看向钱玉兰 杨莉莉今天过来 明显就没把钱玉兰 姜佳音母女俩放在眼里 甚至到走的时候 都一直直接叫 姜佳音的全名 分明没有跟姜佳音 交好的意思 其实钱玉兰心里 肯定也不喜欢杨莉莉 跟姜佳音一样 可现在 却一口一个粒粒 叫得非常亲近 这母女俩 还真是够虚伪的 姜义冷笑一声 你确定要那么做 妈 姜佳音 在姜佳音站住的时候 就猛的心一跳 本来还想听她妈 骂死丫头几句 给她解解气 一看到姜佳音那个笑 急忙跑过来打断道 妈 我有事跟你说 关于杨莉莉的 什么 钱玉兰一听 哪里还顾得上姜佳音 急忙转头 满脸期待地问道 莉莉都说什么了 她说没说 在咱家吃晚饭 吃得满不满意 她回家 杨副厂长会不会问她 哎呀 莉莉这孩子也真是的 你说吃完饭 本来应该 跟你好好唠唠的 结果竟把时间 都用在缠着那死丫头去了 钱玉兰忍不住 又狠狠瞪了姜一眼 死丫头 真是天生跟她不对叛 当初她怎么就信了老太太 说身体不好 不能照顾孩子的鬼话 还说什么 他们两口子都是吃公家饭的 亲生女儿都不带在身边养着 肯定让人戳脊梁骨 骗谁呢 其实不就是想让这死丫头 来城里跟他们享福 那时候连江建军都不同意接了 结果不知道厂里同事 怎么吃到了 说他们把小满一直扔在乡下 钱家根本不管 吓得建军死活催他 一起把死丫头接了回来 回来之后 钱玉兰当然不允许 江义住上房 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 还不够碍眼的 就直接把才五岁的江义 扔到了仓房去了 也不管那么小的孩子 自己住会不会害怕 可是小仓房 钱玉兰也舍不得啊 家里小仓房 他早就想好了 能家音大一点 就给弄个单独的洗澡房 也像大城市里的孩子一样 天天能在家里洗澡 他连钱都偷着攒家来了 还特意去跟人打听了 洗澡房要装啥 结果死丫头一回来 就只能委屈家音 真是气死他了 江家音看得一阵无奈 他这刚让小满答应了 暂时别找事 他妈这又刺激江小满干什么呀 妈 你来一下 刚才莉莉跟我说了一件事 一看江义的表情 江家音急忙 拉着他妈往旁边走 绝对不能再让他妈说下去 什么 莉莉说什么了 钱玉兰急忙到 看着钱玉兰江家音母你俩 挨头说着话 往人少的地方去了 江建军是只管吃饭 从来不伸手干活的 整个江家 难得只剩下江义自己在 江义忍不住 在院门口站住看了看 其实江家这个小院 真挺好的 无论大小还是位置 在十多年前 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喜小颜烈神 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 福七七七 第八十八集 方方方正正 又很干净 周围邻里市井 却很热闹 按理说 乡下老太太 老爷子 一辈子土地里刨神 把一家那么多张嘴养活下来 就不容许了 江家在村里日子 过得也都是靠后的 谁都不知道 怎么突然就在县里有了房子 而且老太太一向偏腾老大一家 可最后 这房子还是让江建军两口子住了 这事 钱玉兰不止炫耀过一次了 一直说多亏他下手快 这房子让他占了 江老大夫妻俩 就绝对别想再抢走 江有些羡慕地 看着这个干净整齐的小院子 房子是个好房子 只可惜 里面住着的人太恶心 江一摇头 慢慢朝住着的小仓房走去 等以后他有钱 买自己的房子了 谁都不让住 不行 姥姥让住 小舅也让住 表姐表弟他们也让住 那房子还得买得再大一点才行 江家音大概是给钱玉兰 好好分析了一下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钱玉兰虽然还忍不住要等江一 可却忍着再没调他的错 这个家里 除了江建军偶尔发脾气 才能让钱玉兰收敛一二 也就是江家音有这个本事了 妈 这小米粥好香啊 早上喝完小米粥 胃里都舒服了 妈 你洗挺早的吧 江家音还能让他妈更高兴 喝了口粥 笑着 欲其心疼的倒 早什么 妈本来早上也没那么多叫 你爱喝 妈天天给你熬 对了 家音吃这个 说着 爸听了杨莉莉的话 特意拌的一小碟子凉拌海带丝 全都倒进了江家音碗里 嘴里还说着 我跟你爸也不爱吃 你都吃了吧 妈 下次别逗给我了 你跟我爸也多吃点 还有小满 江家音看着碗里 放了辣椒油 放了醋 拌的酸辣开胃的海带丝 满意的笑着道 饭桌上和和气气的 江建军也很高兴 只是看着小女儿 又是喝了碗粥就走 江建军皱了皱眉 这孩子天天吃这么少 看着就比他姐瘦多了 这往外一走 让人看见了 还不得说 他跟孩子他妈 对小满不好呀 小满 等一会儿 江一放下筷子 刚要起身 文言抬头看着江建军 被小女儿平静的眼神一看 江建军本来到嘴边的责怪 不自觉就变了 你 是不是这几天胃口不太好啊 钱玉兰一听 立刻眉毛就竖了起来 江建军没事问这个干啥呀 死丫头有的吃就不错了 还瞎讲究什么胃口好不好 现在吃的就够多了 再胃口好 粮食都给他吃了 全家都喝西北风去啊 不对 难道又想让他多拌海带丝 给这死丫头吃 那绝对不行 佳音爱吃这凉拌酸辣海带丝 看着连小米粥都多喝了一碗 他算着厨房里的海带 省着吃 够吃到明年建军占有给计新的了 哪有死丫头的份 江义看着钱玉兰脸上表情瞬息万变 怎么可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 故意等了一会儿 看着钱玉兰吓得要张嘴 这才慢吞吞的 没有 钱玉兰顿时松了口气 江建军在问出来之后 看见妻子的反应 也想到了海带丝 顿时也有些后悔 问了不该问的了 他是真想都没想就问了 万一顺着他弟的话 小女儿提出来 以后也要吃酸辣海带丝 可怎么办 家里刚平静下来 他可不想再看着妻子跟小女儿吵 一听小女儿没提海带丝 江建军赶紧道 没有就好 马上要考试了 我跟你妈商量了 这几天你们正午就别来回跑了 在学校附近吃完赶紧休息一下 对了 家里水壶找出来两个都洗干净了 以后从家里带凉开水喝 别喝生水再拉肚子了 细细地嘱咐完 江建军从兜里掏出四张一块钱 递给姐妹俩每人一块 钱玉兰看着心都要疼了 江建军哪是跟他商量了 是昨天晚上警告他不许再闹 说如果小满没有 佳音以后中午也要跑回来吃饭 可是钱玉兰哪舍得大女儿 这么热的天 中午还往回走 有那时间不如在学校门口的饭馆 好好吃一顿 然后回教室趴桌子上睡一会儿呢 自从这死丫头动不动就闹着要去厂里找工会 还一不给吃的喝的就打开门窗大喊 现在不管是吃个鸡蛋 还是给午饭钱 待遇都跟佳音一样了 这么一算 一个月下来 至少也有十来天中午是在学校吃的 偏偏给两毛还不行 建军说为了营养 为了考试一顿最少也要给孩子五毛 这样算下来 每个月都要多支出五六块钱来 她工资一个月才四十三块钱 竟然差不多八分之一 被这死丫头给吃了 将一兜里揣着近八十块钱的巨款 当然不把这两块钱放在眼里 但是能让钱玉兰心疼 她瞄了一眼 立刻接过来 还笑着道 我知道了 谢谢爸 江建军大概看小女儿一脸淡漠看习惯了 突然对着她笑一下 竟然有点受宠若惊 吃完饭 一家四口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钱玉兰都到了厂门口了 还在心疼她的两块钱 江建军一路上被妻子烦得不行 见同事急忙叫了一声 快步走了 钱玉兰气得直跺脚 一扭头竟然看见林巧芬又来了 而且这次好像跟王主任在吵架 这她可得去看看 钱玉兰丑丑没人注意 赶紧贴着就凑了过去 林巧芬和王主任正急得不行 哪有功夫去注意 有没有人过来听着 王主任 你一定要帮着想想办法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光靠我肯定是凑不齐的 林老师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当初你只说要找人帮着印卷子 我也把我侄子介绍给你了 我这还等着我儿子能进一班 你现在又来跟我说得拿钱 你这就不对了吧 王主任 真不是我为难你 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如果不是印刷厂不允许付定金 要求必须给全款 而且要求最迟今天上午十点钱要送到 我也不会来找你 你找我也没用啊 这一万块也是在太多了 王主任坚决不松口 虽然他是吃公家饭的 而且大小还是个干部 可他上有老下有小 最多算是吃穿不愁 家里存款基本是没有的 别说他了 就算是他们厂长 那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不是不是 不是一万块 我想办法凑了一千块 王二叔那里也凑了两千五 你只要再给我凑五六千就行了 林巧芬一看王主任 听完数字 又眉毛挑起 急忙隐晦的道 王主任别急 这五六千不是拿了不还你 最多也就用一个星期 最长不超过十天 等着卷子用处定了 到时候钱立刻给你还回来 而且你儿子到时候 只怕这现一中 可就不合适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西小妍猎神 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福七七七 第八十九集 王主任文言顿时不说话了 不得不说林巧芬 不 林巧芬是帮林处长说的话 这话对他诱惑太大了 他这辛辛苦苦半辈子 为的是什么 还不就是为了给儿子挣个好前程 只是这臭小子不争气 学习差得不行 可他这个凤鸣县县访之厂的主任 手别说伸到市里去了 就是县衣中 有李旭张那个牢固板校长在 他费了不少劲 也没能把儿子送进重点班 要真是像林处长所说 帮他把这次的事给办了 而且这钱也不是打水漂 是用几天就能还回来 就能把他儿子给带到市衣中去 那这个买卖 你再让我想想 王主任到底还是不能下定决心 因为这事实在是关系重大 容不得一点闪失 不能再想了 人家给的时间是截止今天上午十点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再想下去 你儿子就只能在那个班继续待着了 林巧分焦急地把手表凑到王主任面前 干脆说得更直接 这话到底刺激到了王主任 猛地抬头 王主任看着林巧分 跟他确认 真的只是最多十天 钱就能拿回来 林巧分一瞬间 眼睛就瞪大了 脸上满是惊喜 林巧分激动得 不住地点头 能能能 您放心 您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我二叔吗 王主任深吸口气 怎么想都不甘心 还是要赌一把 还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抓住了 说不定就可以改变儿子一生的命运 何况 林巧分总不至于骗他的吧 不会的 不提林巧分 林处长可是教育局的干部 走出去 身份可比他还要体面多了 而且林处长还指望着 这一次往事里走 所以 他们现在的目标 是一样的 一咬牙 王主任终于狠心道 好 你先回去 我待会儿去找你 你不要在这附近等着了 行行行 你说什么是什么 那我先过去 你可快点啊 还得在十点之前 把钱送去一刷厂呢 林巧分一听 高兴得差点蹦起来 急忙叮嘱了两句 也怕让人发现 赶紧走了 林巧分离开 王主任又一个人 定定地站了一会儿 终于猛地转身 快步往城里走 刚才两人说话 有心避着人 很多他都没听太清楚 倒是耳朵尖的 把几个数字给听清了 一听到林巧分和王主任 开口就是几千一万的 钱玉兰顿时 手忍不住捂着心口 羡慕得就差流口水了 看看人家当主任的 就是不一样 他怎么就这么命苦 嫁给了江建军 一个窝囊没用的 还天天为了五毛一块的 算计来算计去 不行 只望不上江建军 王主任这里 说什么都要打好关系 尤其昨天晚上 他想了很久 决定不管是王主任 还是杨副厂长那里 最好都不要放松 谁知道 哪个最后被他哄高兴了 就会帮忙了呢 一这么想 钱玉兰顿时有些激动的 跑着追了过去 想到上次 王主任还特意伸手 拍了拍他的肩 钱玉兰还急忙 衬了衬衣服 早知道能遇到王主任 他就换那件新的短袖了 仔细看了看 衬服没啥不对的 钱玉兰这才跑到跟前 叫了一声 王主任 王主任正急匆匆地 往办公室走 心里揣着事 本来就紧张 钱玉兰突然叫的这一声 吓得他脸都白了 好不容易缓过来 一看叫他的 是钱玉兰 王主任顿时气急败坏道 喊什么 不知道场区不能大声喧哗吗 钱玉兰满脸的笑 一下子就僵了 傻在原地 还不赶紧上班去 看看都几点了 都到上班时间了 你还不去换衣服 在这里干什么 迟到了 小心我扣你工资 王主任狠狠骂了几句 总算勉强发泄了一些 行李的紧张 再没时间耽误 急忙走廊 留下被骂蒙了的钱玉兰 站在原地 反应过来 脸张得通红 他钱玉兰虽然就是一个普通工人 可活了三十多岁了 没想到 竟然被一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男人 骂得跟孙子一样 就算是主任 也没有这么骂人的呀 他是干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了吗 钱玉兰气得都想不顾一切的 冲过去跟王主任要个说法了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哟 钱玉兰这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偏偏旁边 还有人故意叫道 钱玉兰被这一问 顿时冷静了下来 硬起出个笑脸 钱玉兰转头道 没事 可能就是早上来上班 着急热着了 那个 我先去换衣服了 说完 落荒而逃 身后两个工友近壮 撇了撇嘴 呸 还上班着急了 被骂就被骂了吧 还不敢承认 盗子们是傻子呢 就是 看他以后 还敢不敢往王主任身边凑 最近 钱玉兰总是有意无意的 往王主任身边凑 还自以为没人知道 其实 大家都看在眼里 背后说他的人 不知道多少 都说 也不知道江建军知道了 来不来气 当年差不多一起进场的 现在 自己老婆却天天讨好王主任 偏偏人家王主任 还不搭理他 直接把他骂了 两个工友嘲笑了几句 也赶紧去上工了 下了早自习 江义就起身 去讲桌上拿了粉笔 然后在黑板上 用英语写下了题目 转头笑咪咪的 大家可以趁着课间想一想 待会儿咱们英语课 咱们放松一下 练习一下对话 啊 底下顿时一片大叫声 蒋正义更是直接坐在了桌子上喊道 这哪里是放松啊老大 这明明是让我们紧张的喘不过气了啊 一不许叫老大 这是学校 又不是帮派 二马上从桌子上下去 再坐桌子上 我就让人把你的桌子搬走廊上去 让你站着上课 江义瞪了一眼 蒋正义笑着说道 蒋正义嘿嘿笑了下 嘀咕着 在学校不让叫 那他就等了出校门再叫 然后非常乖巧地从桌上下来 想了想 蒋正义冲江义眨巴着眼睛 一脸恳求得道 老大 不是不是 江义 易姐 咱们能不能不练习对话呀 实在不行 你考木写 不行 江义干脆利落地拒绝了 第一节英语课 一上课 瞬间不少学生的表情 就变得又害羞又紧张 江义看得想笑 想到他自己 后来再有机会学英语的时候 也是不好意思张嘴 总觉得发音不对 词汇量不够 会让人笑话 可是 其实英语好的人 真没人会笑话你 反而只会让你想说敢说 对话过程中 人家还会耐心指导你几句 那收获就是很大的 江义也不是要他们浪费宝贵的复习时间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会记忆更深刻 如果说的好了 得到鼓励 学习英语的兴趣 也会大大增加 他从来不做没用的事 好了 同桌自由对话 十分钟后 我会随机叫人起来说 开始吧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西小燕猎神 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 福七七七 第九十集 江义拍拍巴掌 然后就走下讲台 在教室里踱步 偶尔停下来 听同学说说 有不对的 就耐心纠正 讲几两句 慢慢的 大家就都放开了 来回在教室里转了两圈 刚要走回讲台 突然听到拔高的声音 不行 我说什么都不会同意 江义转头 看见赵新闻 正一脸急怒的 跟同桌杨平对视着 两个人这会儿 也没反应过来 抬头看着全班 都被他们喊声 叫得看过来 尤其是江义也在盯着看 赵新闻顿时 额头汗就下来了 怎么了 江义站住 态度很寻常的问道 听到江义发问 赵新闻蹭地站起来 有些结巴地 抢着解释道 对 对不起 是我跟杨平起了争执 不好意思声音大了 打扰到大家了 什么争执 江义接着问道 赵新闻一愣 根本没想到 江义还会追问 对上江义目光 平静看过来的眼神 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他心口扑通扑通直跳 嗓子眼儿也有些发干 怕杨平说出不该说的 赵新闻脑子一转 急忙抢仙道 是杨平说 待会儿可能要默写 他想现在再看看 单词和短篇文章 我说肯定先叫人 起来对话 他如果不配合我 现在一个人没法练 所以我就 就着急了 江义闻言 没说什么 只是转头 看向旁边的杨平 早在江义看过来的时候 杨平就也站起来 只是跟赵新闻 抢着开口 把责任推脱掉不同 杨平一直低着头 沉默地站着 完全没有要替自己 辩解的意思 赵新闻一看江义 视线转向杨平 顿时急了 生怕这傻子一冲动 直接说了 恨不得能直接伸手 捂住他的嘴 结果江义却在 看了一会儿之后 笑了 声音温和地对杨平当 原来是这样 那杨平不用着急 这节课 只是练习对话 不默写 下课了再看 也还来得及 只是 以后不能再临阵磨枪了 还是要课下 多用功才行 知道吗 杨平猛地抬起头 眼睛里闪着复杂的光 看着江义 嘴唇抖了半天 杨平才轻声道 知道了 那好 坐下吧 江义笑了笑 白手示意两人坐下 然后转过头 走上讲台 双手撑在讲桌上 江义提高声音 笑着道 好了 接下来 我要开始点酱了 点到的同学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要多鼓励 不要怕开口 我不止一次 跟你们说过 说错了不要紧 只要敢说就行 其实学习跟做事一样 就像是咱们都是普通人 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但是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能勇敢地承认 知错就改 你其实不是为了别人 你是在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 赵新闻坐下之后 只顾着庆幸 杨平却听着江义的话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一下课 赵新闻就匆匆对杨平说了一句 跟我出来 然后快步先走了出去 要被这个蠢货气死了 卷子都卖了 钱也收了 竟然到现在 还想着要把钱给退回去 说什么 一想到江义对大家的付出 拿着这钱就心里过意不去 去他妈的过意不去 早干什么去了 装什么情高呀 真要是那么道德高尚 当初就不该同意卖卷子 现在跟他来后悔这一套 晚了 赵新闻表情发狠的往外走 到了他兜里的钱 就绝对不会再掏出去 杨平要是真脑子拎不清 非要把这事给说出去 那就别怪他去找林老师 到时候 林老师为了把这事给遮过去 肯定会想办法对付杨平的 这可不是他心狠 是让杨平蠢 只要能有钱拿 能进重点班 良心算什么 能当肉吃 还是能给他换块手表带 杨平低着头 坐了一会儿 才站起来往外走 在门口跟江义碰上 一瞬间冲动的 险些直接叫住江义开口 结果还不等他鼓起勇气 就有个学生冲过来 着急地叫道 江义 江义 你马上去校长室一趟 赶快去 江义听得愣住了 校长室 李校长不是昨天去市里了吗 现在应该赶不回来呀 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江义就急忙点头道 好 知道了 我这就去 转头看见站在旁边的杨平 江义把手里的书递给他道 杨平 你帮我把书放座位上去 行吗 好 杨平想都没想 就接过来 谢谢 江义笑了下 急忙走了 到了校长室才知道 学校里 目前就只有校长室这一部电话 李校长 为了他不在学校的时候 方便大家接听电话 就把钥匙给了另外一位老师 听到电话声可以进去接 这会儿见江义来了 那老师立刻道 江义 快 你的电话 从沈城打来的 沈城 难道是小说月报比赛有消息了 江义接起电话 果然听到编辑李丁兴奋的声音 江义 江义 你出差过了 进决赛了 进决赛了 李丁激动的不行 声音大到 已经走到门口的老师都听到了 不由的好奇的看着江义 进什么决赛 江义难道参加了什么比赛吗 没听说学校有什么比赛呀 江义笑了 拿着电话道 嗯 知道了 李丁不理解江义怎么这么平静 几乎用喊得道 江义 你不激动吗 你晋级了呀 而且你知道吗 你是以非常大的优势进决赛的 目前进到决赛这一轮的 一共就只有六篇文章 咱们杂志社就你一篇 林总编也非常高兴 可以让我打电话 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 江义听笑了 这个李丁编辑还真是有活力 就笑着道 高兴 只是具体的名字 还要等决赛才知道 所以我等出了结果 一起高兴 李丁一听 赶紧叫了一声道 忘了忘了 我一激动 差点忘了说 还好你提醒了 我跟你说江义 这次比赛规模搞得很大 所以决赛几个杂志社决定 准备采取联合刊登评比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这篇小说 会同时刊登在几本杂志上 然后订阅杂志的读者 减下投票区 填写支持哪一篇小说 寄信到杂志社 最后根据读者来信 决出奖项 总之江义 林总编和我都对你的小说非常有细心 林总编还说 这次一等奖 咱们杂志社一定一定收入囊中 绝对不能被另外几家比下去了 突然这连可就丢蛋了 而我 我就等着读者来信了 一直到放下电话 江义耳边 好像还在响着李丁激动的声音 李丁看起来快高兴疯了 江义笑着摇摇头 省不住也有些压抑 没想到 这次比赛规模 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但是这样正好 越受重视 带来的影响力越大 而这正是江义需要的 江义心情不错地放好电话 锁了校长室的门 往外走 刚走出去 门卫老刘就一路小跑过来 江义啊 江义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门口有人来找你 是两个人 说是从省城来的 你快跟我过去吧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 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喜小言猎神 领先主播的 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 福七七七 第八十四集 两人立刻对视一眼 看看这江家两个女儿 大女儿江家音 心眼多 刚才带着人回来 怎么问都不说 笑着把话岔过去了 当谁不知道 是怕他们知道 老江家要吃好的呢 又不会去蹭饭 那么防着干什么呀 还是小满老师 别说 这孩子以前 总低着头不说话 这今天突然笑着 跟他们大大方方打招呼 这张小脸 长得也太好看了些 汪婶一时看愣住 五嫂子却更关心 老江家吃啥 这大夏天的 家家户户 门窗都开着 她就闻着 老江家那香味 飘出来呀 馋得她口水 都要下来了 小满 你妈晚上 给你姐做啥好吃的呀 五嫂子往江家院子 又瞄了瞄 低声问道 冬瓜大骨头海带汤 海带 王婶和五嫂子 一听都愣住了 大骨头虽然也稀罕 可是 只要想办法找找人 还是能买到的 而且 大骨头比肉便宜 有些人 家里人多 就会多买两根骨头棒子 回家给家里 大人小孩姐姐馋 冬天往里放酸菜 夏天就放萝卜冬瓜 熬一大锅 全家人 也都算是吃荤了 可是 这海带 却基本见不着 听说 那东西吃了 还补啥来着 没想到 老江家 江建青两口子 竟然有门路 弄到海带 而且 钱玉兰 从来没跟人说过 你们家 这样有海带 五嫂子 太惊讶了 扑口而出 赶紧盖口 不是 我是说 你妈舍得 给你们做大骨头汤 小马 你能喝到吧 江义犹豫了下 才不确定的到 能吧 说完 好像才发现自己说了什么 连忙又道 难道 会给我吃的 我爸昨天特意说了 让我妈也给我带一份 好了 还不如不加这一句 自己家里人做饭 给小女儿吃 还专门特意说一句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钱玉兰一开始 根本就没想给小女儿吃啊 知道钱玉兰偏心大女儿 这段时间都闹出来了 可这当妈的也太狠心了 小满难道 不是她肚子里出来的 对青蛇女儿也这么狠 这女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哎呀 这可怜的孩子呀 王婶虽然是八卦 可是她自己家的孩子 那可是拿命来疼的 哪舍得像钱玉兰一样 不由得同情地看着江一 江一立刻抬头 露出个坚强的笑 没有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又小小声说道 谢谢王婶 王婶立刻被江一这一句谢谢 给弄得眼角都湿润了 她也没说啥 就是心疼一下小满这个孩子 就能让孩子这么感谢 而且这孩子还说 现在好多了 这么知足懂事的孩子 钱玉兰真是作孽哟 怎么就舍得偏心呢 哎呀 好孩子 等回头来沈家里吃饭 谢谢王婶 但是我不能去 谁家粮食都没多余的 王婶 你家大力哥和小林哥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你给他们吃吧 王婶被江一懂事的样子 给逗笑了 抹了把眼角 哎呀 你才多大呀 咋啥都懂啊 再能吃啊 沈也能请你吃一顿 那天啊 沈家做好吃的 你就来啊 她也说不出来别的 小满这孩子说得对 现在家家日子 都过得紧吧 她就算是再同情这孩子 也说不出来 让她天天来家里吃饭的话 能偶尔家里做好吃的 带着吃一顿 这孩子瘦的 也算她静了心了 江一笑了笑 却不接这话 反倒 对了 小林哥现在念初二了吧 我听说 是不是她偏科 语文学得不好 我这里有一份 初中语文基础知识会总 小林哥 如果能抽出时间 把这些都背下来 等到初三复习的时候 至少基础知识 是不会丢分的 王婶眼睛立刻亮了 刚才那是同情心发作 心疼一下别人家的孩子 现在说到自己小儿子 那可是真是上心了 哎呀 真的呀 小满 你真有那个 王婶忙道 小儿子这学习 真是让她丑死了 老实都说 她脑袋聪明 数学啥的一学就会 可是就是这语文总不及格 王婶根本不理解 你说 这打小开口说话 说的不就是那语文吗 咋就学不会了 有 江一害羞道 但是 我现在没带回来 等我明天去上学 中午回来 再送过去给小林哥 行吗 哎呦 哎呦 行行行 不着急 不是 着急 哎呀 哎呦 也不是 你看婶子这高兴的 话都说不明白了 哎呀 王婶啊 你看这孩子 是个心好的 哎呀 这么好的孩子呀 钱玉兰到底是咋想的呀 江家音这个好姐姐 刚在同学面前 表示了对妹妹 还没回来的关心 才走出来 马上就听到这句 脸色立刻就变了 江小满这蠢货 真是越来越有心眼了 也没看住 又往外面 说她跟她妈的废话 江家音快步走过来 一把拉住小满 不让她再说 笑着责怪道 小满怎么才回来啊 妈刚才都问你两次了 就等你回来吃饭了 如果是平时 江家音这么说 邻居肯定不会接话 怎么也都是 老江家自己的事 可今天 王嫂子却马上开口 不乐意的道 哎呦 初三不都这时候放学吗 小满回来的已经很快了 也就站在门口 跟我们聊了两句 哼 家音这是再怪我 跟你无婶子呢 江家音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刚才那么说 其实是想要让人家知道 她妈很心疼小满 连吃饭都等着小满 小满不回来 一家人就都不动筷子 但是她不知道 江亦刚刚凭着自己的懂事 和贴心 已经成功俘虏了王婶的心 尤其是还答应给她小儿子 拿复习资料 王婶自然怎么看江家音 怎么不顺眼 一见江家音变了脸 江亦眼睛一转 立刻低头 小声道 我回来晚了吗 对不起 我已经尽量走快了 要是你们还先晚 要不就还像以前一样 你们自己吃 给我留点菜汤就行了 爸那里 我去说 江家音这一口气给她憋的哟 死丫头之前 就因为她们早吃饭不留菜 回来之后 又是打鸡蛋 又是自己煮面的 闹得她妈气了好几天 最后不得不一起等她回来吃饭 结果现在 她在晚上面前装好人 说什么给她留菜汤就行 真是要那么做 这死丫头 还不得把珠子给掀了呀 小满别胡说 一家人当然要一起吃饭啊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 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西小妍猎神 领先主播的 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福七七七 第九十二集 王小如其了 赶紧上前拦住江亦 她根本没有想到 江亦会这么贪心 其实主编足足给她 带了两千块过来 只是来了一看江亦 是个长得漂漂亮亮 年纪小的小姑娘 她就私下自己决定给捡了 想着审了一大笔钱回去 肯定能得到夸奖 现在看来 这笔钱是审不下来了 王小如一咬牙道 两千块 江亦 我必须跟你说啊 这个价钱你出去打听打听 就算是老作者 也从来没这么给过 足可见我们杂志社的成心 除了我们 不会再有人给你 出到这个价钱了 您要知道 就算是得了一等奖 奖金也就是这个数 王小如说着 神色又不由得 显露出了几分句啊 就不信 这么大一笔钱 江亦还能拒绝 老板娘眼睛瞪得更大了 天哪 一分钟涨了一千二百块 直接叫价两千块了 两千块钱呢 这江亦的文章 是金字写的吗 所有人里 唯一表情没变化的 就是江亦了 自从知道 小说世界的打算 竟然是准备把他的文章 数别人的名字之后 江亦就恶心的 连看他们一眼 都觉得是多余 不用再说了 多少钱都不卖 失赔 江亦越过王小如 往门口走 你 你不能走 王小如急得 伸手抓住江亦 他这次过来 是带着主编要求 必须完成的任务的 根本没想到 一个小县城的中学生 竟然也这么难搞 请放手 江亦站住 皱眉道 王小如也冷静下来了 眯眼打量了一下江亦 然后放开了手 王小如却突然道 江同学 我希望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如果不行 那我们只能去找贵校的校长了 我相信小说世界的名声 贵校校长应该听过吧 江亦文言 抬头看了看王小如 还不死心 副校长都甩手不管了 还准备给校长施加压力 江亦笑着道 那你可能要等一等了 我们的校长去市里开会了 临走的时候跟我说 可能要三天左右才能回来 回来之前会给我打电话的 不如到时候 我再通知你 王小如听得瞪大眼睛 跟他说 一个校长出去开会 还要跟一个学生汇报行程 江亦在开玩笑吗 可看江亦的表情 也不像是胡说 王小如稍微一想就懂了 像是这种小县城 如果突然冒出来一个厉害的学生 只怕校长也一定非常重视 这样说来也不是不可能 可他根本就不可能 等得那么久 文章这几天就要刊登了 见江亦游言不尽 王小如摇摇唇 只好用了最后一招 江同学 我们是真的带着诚意来的 江同学可能年纪还小 也不明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去跟你的父母谈谈 我相信他们有一定人生阅历 应该也能明白 人应该把目光放长远 这写文章嘛 最重要是开个好头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如果一开始就没走对路 那么也许以后 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说 是吗 王小如意味深长的道 江亦温言 猛地抬起头来 脸上笑容 骤然收起 这意思 是威胁她 准备封杀她 王小如 对上江亦有些惊讶的视线 总算松了口气 随后 嘴角微微得意地翘起 又恢复了之前 高傲的姿态 早知道 早说这个就好了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看江亦不说话 以为吓唬住她了 小张 王小如就转头 冲小张示意 掏钱 然后这趟差事 就算是完美解决了 找我父母吗 江亦却低声重复了一遍 突然抬头 看向王小如 直到快把王小如给看毛了 江亦才忽然笑了 走吧 去哪啊 江亦也不说话 直接起身往外走 王小如和小张对视一眼 只好起身跟上 走到学校门口 江亦突然站住 冲王小如到 你还没给钱呢 给什么钱 王小如皱眉 看着前面神色平静的小姑娘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然后以为江亦是要那两千块钱 就不由得露出鄙夷的神色 小张 拿钱 喝水的钱啊 刚才你们不是在这里喝了水吗 啊 喝水要给钱啊 小张动作顿住 抬头 实在没忍住 不可思议的叫道 难道你们在省城 进店喝东西 不给钱 江亦转头 看着他笑道 小张被小姑娘 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看 有些不好意思了 倒是王小如闻言 矜持的抬了抬下巴 我在省城进店 从来不喝白开水 那都是喝咖啡的 小地方 没有咖啡 上王边几间笑了 江亦听得笑了笑 脸上 却一点也看不出来 因为地方不够高档 而觉得愧疚 反而很快接着到 但是我们这里 水也是一样的 最清甜的水 老板也是烧了之后 洗干净杯子 给端上来的 王边几 总不会让老板 白服务你一场吧 跟你又不认识 你说是不是呀 看见江亦笑咪咪的 说出这些话 光明正大 为了几杯水 帮他个人要钱 王级老板娘 今天眼睛 瞪得都要脱框了 但是老板娘又不傻 这时候 怎么可能会拆台 赶紧笑着道 能喝就行 不只是能喝 是很爱喝 我看这个王边几 刚才一连喝了三杯水呢 说不定是觉得 咱们凤鸣县的水 特别好喝 这样就更应该给钱了 王边几在省城 喝惯了咖啡 总不至于来我们这里 需要白喝水吧 或者给不起钱 黄小如心想 她是喝了三杯水 但那不是因为江亦说的 什么水好喝 而是刚才被这小姑娘 给气得需要喝水降火 好吗 但是江亦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她要是再不给钱 不真成了白喝了吗 王边几气呼呼的 往外掏钱包 硬审着要发火的冲动 准备甩出五毛钱 一杯水能有多少钱 就算喝了几杯 总不至于卖出个天价吧 结果刚从钱包里 抽出来五毛钱 准备扔过去 江亦又慢慢开口 帮老板娘报价了 我们这里物价低 比不上王边几喝的咖啡 所以也不用多给 一杯水一块钱就行了 王边几喝了三杯 这位小张同志喝了一杯 至于我嘛 就不用你请了 我在这里是记账的 月底一起结算 所以王边几不用多给 一共四块钱就行了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悦文集团联合出品 喜小言猎神 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甜妻 作者 福七七七 第八十五集 深吸一口气 江家音只当妹妹不懂事 胡闹一样 轻轻训斥了一句 然后主动挽住江亦的手臂 抬头笑得有礼貌的道 王婶 五嫂子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同学杨莉莉过来了 我妈特意给做了好吃的 就跟小满回来一起吃饭呢 说到最后 江家音忍不住 有些得意的抬了抬下巴 等着他们问杨莉莉是谁 没想到 王婶一听 急忙低头嘱咐江亦 哎呀 那小满呢 快回家洗手吃饭 哎哟 别慢了 啥都吃不着了 嗯 王婶 五嫂子 我回去了 江家音她话都递到跟前了 还特意强调了 她妈给做了好吃的 一般同学 哪用得着这么用心招待 结果王婶和五嫂子 问都不问一句 江家音到嘴边的话 不得不硬是咽回去 带着气回家 她在外人面前 一向都是谦虚懂事的形象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她真想说出 杨莉莉是什么身份 纺织厂杨副厂长的女儿 可不是谁都能结交的 其实杨莉莉 根本就不是他们班同学 也是她花了些心思才认识的 一带回来 她妈高兴的 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 一进门 江一受到了前所没有过的热情招呼 小满回来了 快去洗手吃饭了 潜莉莉脸上笑得花一样 声音都温柔叫道 江建军也端坐在饭桌前 仔细看还有些不太自在 文言也跟着道 是啊小满 就等你了 江一也没说什么 看了眼今天唯一的客人 学了丑坐下吃饭 丽丽痴 你跟嘉一是同学 怎么没早些来家里玩 早知道你要来 阿姨就让你叔叔去买排骨了 一拿起筷子 潜玉莉就非常舍得的 直接夹了大块骨棒 大女儿都没给 准备给杨莉莉 口中还笑着道 江家音心疼的看了一眼 她最爱吃骨棒里的骨髓了 但是也马上故意撒娇笑着道 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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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根本没看它们,直接拒绝道。 别,阿姨不用吗?我不怎么爱吃排骨,吃大骨头也给江家英吃吧,我在家总吃都吃腻了,我盛点海带就行。 说完,自己伸手拿了个碗,用勺子盛了一勺汤,然后又捞了满满一碗海带。 海带倒是还行,对了阿姨,你们家怎么没切海带四两半了,跟辣椒油一起吃啊,再放点蒜末小葱,我家天天用来早上配粥喝,还不错。 江一抬头一看,差点没笑出来,这杨莉莉倒是不见外,而且说话直接,也不懂,或者也没想看人脸色。 根本没注意,她这话一说完,江家英和钱玉兰脸都僵了。 杨莉莉看着大骨头,觉得腻得不想吃,那是他们家里条件好,天天有鸡蛋和肉吃,牛奶也都喝惯了。 哪会像是钱玉兰一样,还把大骨棒当什么好东西。 还有海带,钱玉兰恨不得拿把锁,把厨房的柜子给锁起来。 钱家有海带的事,要不是江义今晚非常老实,给说了出去了,周围邻居根本不知道。 钱玉兰甚至不知道怎么说服了江建军,这些海货连乡下老太太那里都没给拿。 结果杨莉莉直接说天天早上都吃,钱玉兰听得大概要呕死了。 江义喝完又盛了一碗汤,大骨头没了,就特意多捞了些海带。 嗯,别说,确实味道不错,杨莉莉确实挺会吃的。 钱玉兰看着死丫头,一勺子下去,盆里的海带快要没了,生怕大女儿不够吃,急忙狠狠心夹了一筷子油闷菠菜过去。 小满多吃菠菜,菠菜对身体好。 江义皱了皱眉,就听到杨莉莉一脸认真问道。 吃菠菜对身体好? 阿姨,都有哪些好处啊? 钱玉兰怎么知道吃菠菜有哪些好处? 她就是为了让死丫头别总盯着江家英的海带吃,随便一说。 这杨厂长的女儿是怎么回事,难道连人家的客气话都听不出来吗? 看着妻子一脸尴尬,答不上来,江建军有心帮着解围,可关键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只能道。 小满吃菜,吃菜。 对,小满吃菜啊。 江家英看他爸开口,也松了口气,赶紧跟着道。 解热毒,通血脉,理肠胃。 在江家三口人都想把那个问题给忘了的时候,江义偏偏转头给杨莉莉解答道, 然后才非常有礼貌的道,谢谢爸,谢谢妈,谢谢姐。 一个都不辣谢了一遍,江义这才低头,认真吃饭。 杨莉莉看着江义,眼前一亮。 没想到,小满你懂得还不少呢。 江义笑了下,没接话,杨莉莉越发觉得江义谦虚,然后想起刚才江义的话,杨莉莉神色古怪的看着江家人,直接问道。 我怎么觉得你们跟小满相处这么客气啊,就像是对客人一样,对江家英就不会这样。 江家英正在喝汤,被这问题问得一下子呛了出来,咳得满脸通红。 杨莉莉顿时跳起来跑开好几步,一脸嫌弃。 江家英,你好恶心啊,你都多大了,吃个饭还吃成这样,而心里咳嗽怎么不捂着嘴啊? 你看你这一咳嗽,口水喷得到处都是,饭都没法吃了。 江家英背着一句说她恶心,气得脸胀得更红,眼泪都要气出来了,拼了命攥着拳头才忍下去,急忙捂着嘴,转头往外跑。 嗯,那个,我去试个口啊。 我去看看佳音。 钱玉莉将着脸追上去,跑出去的时候忍不住狠狠瞪了江一眼,要不是有杨莉莉在,她真想一把掐死这小畜生。 之前特意让江家英去门口迎这死丫头,就是为了让杨莉莉看到,家英对她妹妹好,看到她们一家人相处非常亲近,好回头说给阳长长听。 可是现在,她给家英筷子菜,死丫头就挨个谢一遍,故意弄得这么客气,让杨莉莉看出不对,真是气死她了。 江一憋着笑,本来因为是江家英带来的同学,还没什么好感。 现在看看,这杨莉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吗? 这一顿饭吃的,钱玉莉、江家英母女俩心惊胆战,本来还指望着在饭桌上好好招呼,拉近跟杨莉莉的关系。 结果,被江一和杨莉莉弄得到后来根本就不敢说话,生怕杨莉莉在问出什么来。 一吃完饭,江家英连勤快都不装了。 急忙道。 嗯,妈,我带莉莉去我房间,碗筷等我待会儿再刷吧。 不用不用,你陪莉莉要紧,对了,这点心拿屋去,你们小姑娘家就爱吃甜的。 本集播讲完毕,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喜小言猎神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周少的学霸甜妻。 作者,福七七七。 第九十四集。 不等王小儒把自己的身份报出来,就被一片叫嚷声淹没了。 这个年代,别说王小儒还只是个小小的编辑,就是领导下来查什么,那都不敢轻易摆排场。 谁知道这个小地方到底都盘着哪些地头蛇呀。 王小儒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江义跟林总编可算聊完价钱。 转头笑着把话筒递过去,江义道, 王编辑,林总编要跟你说说话。 先让开让开,让这位王编辑过来接电话。 邮局领导一听,忙充当江义的传话筒,扬声叫道。 邮局的员工们立刻都安静了,训练有素地,自动给王编辑上出了一条路。 王编辑脸仗得通红,站在原地,他怎么可能跟林总编说话,那又不是他一个杂志设的。 而且,这电话他要是接了,回去之后,主编会如何震怒, 他完全不敢想。 因为朝向好非常凉爽的邮局里,王小如额头的汗却大滴大滴地顺着额气线落下来。 我不是编辑,江义你别胡说啊,我总是跟你开个玩笑的,我…… 王小如情急之下,胡乱摆着手,试图解释道。 怎么会呢,王编辑刚才可是给我看过证件了的,字我还是认得的。 何况,王编辑忘了我是写推理小说的吗? 至少辨认身份应该是能做到的吧? 江义笑着道,王小如一瞬间脸色惨白。 他想起来了,难怪刚才从那个什么王继走出来的时候, 江义突然提出要看一下他的证件。 他还以为是小地方的人没见过,就拿出来给他见见世面, 也是想要借着身份震慑一下江义的意思。 从前,他就靠着这个工作证,不管去哪里都会让人高看一眼, 可他没想到,这个年纪只有十来岁, 说话温声细许,看起来漂亮和气的小姑娘, 竟然从那么早就开始给他下了套。 王小如只觉得背后一阵发凉, 突然意识到,他今天可能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了。 不接? 江义举了一会儿,见王小如神情呆滞, 喘气喘得吓人,却张着嘴说不出话, 只好摇摇头收回话筒,跟林总编道。 林总编,他不肯接。 不接? 好好好,那我就去找老马去, 我倒要问问他们小说世界,到底是想干什么。 背后下手,挖我的人,岂有此理, 气人太甚。 林总编都要被气得语无伦次了, 却还是不忘安抚江义。 江义,你不用怕的,不用理, 你直接回去跳上课去, 你放心,我这就去找他们总编, 我马上去。 好,江义笑着道, 江义当然不会害怕, 他又不是小孩子, 杂志设那么多, 文章发表与否, 又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 尤其是这种底线低, 还动不动就威胁作者的, 他更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更何况, 能背后下手, 花重金来挖他, 那就说明, 紧真凄烈, 这家挖不走的, 别人家, 说不定会更紧张对待。 最后是什么说话? 当然是文章质量说话, 读者反应说话, 所以, 他刚才才会根本就没把王小如的威胁放在眼里, 他还能一手遮天吗? 听到江义声音平静, 林总编终于从气到要发晕的混乱中, 想了起来, 江义不是个普通的小姑娘, 顿时放了心, 然后猛地摔了电话, 站起来就喊, 李丁, 李丁, 给我过来。 江义好好的把电话给挂上, 这才转身, 依旧笑得好看得到。 王编辑, 这下, 你总该相信, 我是真的不会卖文章了吧? 王小如猛地攥起拳头, 红着眼睛, 瞪着江义, 小张也就没有了之前高高在上的姿态, 神色惶恐地看着他。 不卖了不卖了, 没听到江同学说不卖了吗? 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我们这儿是邮局又不是菜市场, 真是, 这都什么事儿? 邮局领导瞄着江义的神色, 非常有眼力见的一挥手, 几个员工立刻一拥而上, 直接把王小如和小张给推了出去。 王鞭记慢走, 我就不送了。 江义笑着说道, 王小如整个人失魂落魄地被推着走, 来的时候总编一再交代, 这件事儿一定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 务必要做到让这位江义同学拿了钱之后, 主动去跟小说月报的人提出拿回稿子, 这样就跟他们无关了。 可就因为他一开始侵蚀了江义, 就一步错步步错, 最后竟然把事情办成了这样。 王小如根本不敢想, 回去之后总编会有多愤怒。 被推到门口回了下头, 隔着人群, 看见江义还站在那里冲他笑。 王小如深深打了个机灵, 只觉得江义那张笑脸在他眼里就像个恶魔, 他发誓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吓人的小姑娘。 看着王小如和小张狼狈地跑走, 江义这才笑了, 威胁他找江建军和钱月兰谈。 王小如今天最大的错, 就是不该做了威逼要换走他文章这样恶心人的事之后, 还试图拿江建军和钱月兰来压制他, 所以他绝对不会忍, 转身出门专门买了一堆冰棍进来, 江义笑着感谢邮局的工作人员。 太客气了, 江同学下次可千万不能买了, 你在我们这里打电话, 保护你就是我们的责任, 咱们一个地方的人还能让外人给欺负了。 邮局领导一看更高兴了, 这小姑娘有周同志护着还这么会来事, 哎呀, 可真是太难得了, 谁会不喜欢呢? 江义又笑着说了两句才出门, 出了邮局, 江义就把这事给扔下了, 威胁过他的人多了去了, 他哪有空一个一个去寄啊? 这时候江义还不知道, 因为小说世界词曲, 被刺激到了的林总编的人, 以后把江义当宝贝一样护了起来, 生怕让人给抢走。 刚回到校门口, 就看见印刷厂张厂长, 正在门口着急的来回踱步, 江义一眼就注意到, 张厂长本来应该背着, 此刻却紧张地放在身侧, 手按着, 明明想要表现得不在意, 却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包。 不由得摇头笑了, 江义走过去, 张厂长, 张厂长听的叫声被吓了一跳, 猛地抬头, 看见是江义才松了口气, 张厂长叫了江义一声, 然后用手使劲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包, 才急忙压低声音道, 给了, 全款, 一分不少。 江义文言笑得眯了眼睛, 问道, 几点给的呀? 九点五十啊, 我都以为他们不可能来了, 结果赶了最后十分钟, 骑着车送来的。 张厂长说着, 不由得越发不敢小看江义, 本来以为, 一下子从一万张提高到了八十万张, 已经够离谱了, 结果, 等林巧芬好不容易回去, 拿了主意来找他, 江义又让他临时要求, 必须给全款, 否则免谈。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悦文集团联合出品, 西小燕猎神, 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 福七七七。 第九十五集, 一万块呢, 要知道那时候都是早上七点多了, 也就是说三个小时之内, 必须凑够一万块钱, 别说林巧芬当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就是他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说句实话, 张厂长其实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的, 身为一个那么大的国营印刷厂的厂长, 钱他不是没见过, 上万的当然也见过, 每个月厂里发工资都不只是这个数字了, 可是现在他包里, 这将近一万块钱明显不同, 要不是周同志交代过他, 只要江亦不是去找他帮忙打架, 不管要干什么, 他都先答应下来, 他根本不会这么坚决的拼江亦的, 他活了一把年纪了, 没想到竟然有一天, 会跟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一起合伙坑人, 不, 这不叫坑人, 是江亦被算计在先, 会反抗, 也是应该的, 张厂长在心里不断说服自己, 而张厂长不知道, 哪怕是对战的时候算无一策的周庭轩, 也没有想过他时刻不放心的小姑娘, 胆子竟然比他想的还要大, 探头看了眼张厂长包里装得鼓鼓囊囊的钱, 一万块呢, 江亦有些羡慕, 什么时候他才能有一万块钱呢, 没关系, 他相信自己这辈子一定有当财主的运, 早晚他会拥有数不清的钱, 到时候他就每天早上要两杯牛奶, 喝一杯, 伸一杯, 不, 伸了浪费, 有钱也不能这么败家, 还是给周庭轩喝好了, 江亦默默分配完毕, 然后站迟了, 毫不犹豫地看着张厂长的, 马上给他们应, 张厂长莫名有些激动, 仔细看了看江亦, 见他真的想好了, 不会改主意, 就用力一点头, 好, 我这就回去, 看着张厂长骑上自行车, 踩得飞快地回去, 江亦笑了起来, 转身慢悠悠地往学校里走, 你看, 做事本来就应该有计划性, 比方说这几天, 他要把重心放在考试上, 所以不管是林巧分, 或者是家里的钱玉兰母女俩, 他都暂时没空搭理, 但是不急, 等他考完试, 这些人一个也别想跑掉, 一准天, 江亦带着二班同学高速运转, 到放学的时候, 大家伙儿几乎是晕着走出教室的, 江亦看他好笑, 不由的扬声提醒道, 回家大家把卷子做了, 单词和语文基础知识都要背诵, 另外也不能晚睡, 要保证睡眠时间, 几个勾肩搭背, 正吹牛的男同学, 顿时身子一僵, 知道了, 玉姐你放心, 我们都知道, 秦芒应了一声, 吓得撒腿就跑, 吓唬了小孩, 江亦心情不错的往家走, 到家, 秦玉兰正好做好了晚饭, 看见江亦进来, 秦玉兰立刻瞪了他一眼, 还不去洗手等什么呢, 等我伺候你啊, 我真是不知道, 上辈子做了什么你也收下你, 江亦直到没听见, 面无表情, 放下书包, 去打水洗手, 刚走到院子里, 听到门口有人喊, 建军, 建军在家没啊, 江建军刚找了背心要换, 打算吃了饭, 出去纳凉的, 温妍赶紧把衣服放下, 急忙走出来, 在家, 来了来了, 说完有些纳闷的, 往门口走, 这都要吃饭了, 谁在这个时候来找他呀, 出来看见小女儿, 在低头洗手, 江建军还笑着道, 小满快点, 马上就吃饭了, 知道了, 江亦应了声, 江建军出了门, 看见竟然是单位同事, 可两家虽然住得近, 但是一般都是没什么来往的, 不由得惊讶道, 老赵,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下班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门位有你的信, 眼看着你跑过去, 叫得叫不住, 这不, 吃到我跟你住得近, 就让我给你送来了, 怎么, 家里晚上做好吃的呀, 你那么着急, 老赵打趣道, 江建军却在听到信的一瞬间, 脸色就变了, 起码回头, 往院子里看了一眼, 见小女儿已经洗了手, 正要进屋, 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回头接过来, 江建军手紧紧攥着信, 与其有些不自在的道, 你看, 这真是麻烦你了, 我都跟门位说了, 有信我自己去拿, 没想到他还让你跑一趟, 谁知道呢, 可能怕明天信多, 放混了吧, 那行, 你快去吃饭吧, 老赵摆摆手, 不在意道, 好, 江建军刚才紧张得心跳加快, 这会儿也没心思多客气, 就到, 改天有空, 请你吃饭, 这我可记得了, 没想到送一封信还能混沌饭呀, 老赵, 我还真不知道, 你这人这么讲究啊, 老赵大笑着, 拍了拍江建军, 也回家吃饭去了, 一直站在原地, 看着老赵走出巷子, 江建军才像是被惊醒了一样, 回过神, 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 江建军眉头紧皱, 本来想拆开看看, 可想到巷子邻居随时有可能出来, 江建军急忙把信又钻紧, 匆匆转身进了院子, 江音吃这个, 妈今天心跟人打听来的, 说是吃了晚上能睡得好, 你多吃, 到时候头脑清楚去考试, 考个好成绩, 钱玉兰正趁着江建军不在, 拼命往大女儿碗里夹好吃的, 一看见丈夫进来, 动作不由得僵住, 正想解释一句, 今天做得多, 不是他不给死丫头吃, 却见丈夫有些心不在焉的, 直接往卧室走, 钱玉兰眼尖, 一下子看见丈夫手里的信, 就问道, 建军, 谁来的信? 这无心的一句, 简直像是一声惊雷, 炸响在江建军耳边, 猛地抬起头来, 看见因为妻子这一句, 全家人都抬头看了过来, 尤其是小女儿, 平静无波的眼睛, 落在他手里的信上, 江建军一紧张, 差点失手, 直接把信给伸了, 好不容易控制下来, 江建军只觉得手心里都冒汗, 看了, 强忍着有些发抖的嘴唇, 江建军语气显得有些不耐烦道, 还能有谁啊, 我战友的, 说了你也不认识, 说完, 急忙往卧室去了, 看着丈夫脚步匆匆进了卧室, 钱玉兰劈劈嘴, 嘀咕了一句, 每次都这样, 战友的信还怕人看不成, 也不知道都写个啥, 湘家音听得有些好奇道, 妈, 我爸的战友总给他写信吗,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别说你了, 你妈我也没见过, 钱玉兰文言美好气得道, 你爸那些信, 从你记事起, 就收在一个大铁皮盒子里, 还专门给弄了个锁, 要是他自己随身带着, 这么多年, 我就没看见过, 啊, 这是为啥, 湘家音惊讶得, 连吃饭都顾不上了, 他一直以为, 爸妈感情很好, 这么多年, 家里的钱, 都是他妈管着, 出了乡下奶奶那里, 不得不每个月, 拿钱拿东西过去, 基本家里的大事小事, 都是他妈做主, 没想到, 爸竟然还有瞒着妈的事, 我哪知道, 房我房的跟贼似的,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早晚我得把他那个铁皮盒子撬开看看,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西小妍猎神, 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甜妻, 作者福七七七, 第九十六集, 钱玉兰盛了饭坐下, 顺厚说了一句, 钱玉兰刚才真是不服气, 想都没想随口说了一句, 自从年轻的时候, 他撒娇卖乖, 江建军也没松口之后, 他就再也没搭理过那个铁皮盒, 不看就不看呗, 反正江建军那些战友好几个人, 每年寄过来的吃的喝的不少就行, 他还指望着江建军跟那些战友的关系, 长长久久地处下去, 这样, 家英每年就都有各种海货可以吃, 没准呀, 等以后那些战友有钱了, 还会给家英寄衣服寄钱呢, 看不看信有啥用呢, 他还乐得不用维持关系, 每年光拿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结果江建军放好信出来, 正好听到这一句, 刚放下的信顿时又提了起来, 江建军本来想忍了, 可是看到小女儿因为这句话也抬起头, 顿时心里一慌, 气得往前冲了一大步, 江建军怒声, 冲钱玉兰问道, 你说什么? 钱玉兰刚坐下, 就被这一声吓得筷子都要掉了, 转头看向一脸怪罪望着她的丈夫, 钱玉兰非常惊讶, 却不悦地皱起眉头说了句, 建军你发什么疯? 说完也没再理会, 伸筷子准备夹菜, 我在问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要干什么? 江建军却又上前一步, 直接站在钱玉兰面前, 居高临下地盯着她, 继续愤怒地质问道, 钱玉兰筷子僵住, 不敢相信地抬起头, 对上丈夫满是怒气的眼睛, 对钱玉兰来说, 丈夫这火发得完全莫名其妙,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再加上她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 顿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江建军, 你还有完没完? 我说什么? 我说我早晚把你那破箱子撬开, 看看你到底藏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怎么了? 我说错了。 你敢? 江建军气得脸通红, 夫妻俩斗鸡一样, 毫不相让地对视, 家里的气氛瞬间掉到了冰点, 江家音哪里还吃得下去, 赶紧也跟着站起来, 焦急地道, 爸妈, 你们别吵了, 别吵了。 唯一还有胃口的, 就是江熙了, 其实要是可以, 她觉得如果每天吃饭的时候, 这俩人都能吵一架就好了, 再把江家音带上就更棒了, 反正她完全可以当没听到, 只是这会儿, 江熙却忍不住停住筷子, 也跟着皱眉看向这夫妻俩, 尤其是还往他们的卧室瞄了一眼。 江熙有些好奇, 江建军的心里到底写了什么, 钱玉兰一说要撬开, 她就跟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江建军刚要继续跟妻子吵, 眼角余光一瞥, 看见小女儿正扭头望向卧室, 顿时满脸惊骇, 觉得心跳都要停了。 集中声势, 江建军突然一拍桌子, 气愤喊道, 你还能不能让我喘口气了? 这个家里, 你钱玉兰什么都要掌控, 我每月工资, 你拿着就给我留一点, 你说都花在家里了, 结果偷着攒了二百块钱, 完全瞒着我, 粮食你也看着, 有一口肉你都算起着, 这个家里除了佳音, 还能让你上心, 我跟小满是不是都是多余的? 我不说你就算了, 你还越做越过分了, 我每天在厂里累得要命, 回到家里还得受你看着, 就剩下跟以前战友说说话, 这你也要管, 钱玉兰, 你还想干什么? 钱玉兰本就兴趣, 可他不是偷着攒下两百块, 这么多年他东藏藏心满满, 其实手里已经有了差不多五百块钱了, 要不是此丫头不知怎么发现了, 佳音现在早就骑了新自行车, 他手里还能剩下小三百, 所以他最怕江建军又提这笔钱, 顿时气得也开始翻旧账。 我怎么过分了? 江建军,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我做牛做马伺候你们一家老小十几年, 就换你这么看我? 二百块钱怎么了? 二百块钱那也是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我给女儿买东西, 梅花在我自己身上, 都用在这个家里, 我问心无愧。 倒是江建军你, 你敢不敢说, 上次你偷着给你妈买肉买点心, 是哪来的钱? 你别以为我傻好糊弄, 每个十几块你能买下那么多东西, 江建军你说, 钱哪来的? 江建军被问得整个人一致, 他根本没想到, 妻子会发现他用那钱买了东西, 那钱不只是十几块, 其实他手里还有不少钱, 都是这些年断断续续寄过来的, 只是海峡海带这些吃的寄过来, 他还能说是因为这样有感情好, 寄钱算怎么回事? 江建军根本没法解释钱的来路, 就只能都存下来, 家里现在每个月吃光用光, 这笔钱正好留着, 等过个两三年, 佳音考上大学供他念书, 佳音是个女孩子, 去沈城或者去哪里读书都是不能苦着, 他当爸的一定要尽力给女儿最好的条件, 只是这话他现在不能说, 钱玉兰一看丈夫不说话了, 顿时得意了, 他上次发现之后没有当场吵出来, 就等着这时候抓丈夫的小辫子呢,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天天说他, 怎么, 不说话了, 江建军我告诉你, 谁都不是傻子, 我理解你, 你理解过我吗? 我天天这点工资一百个地方等着用, 算计这话, 省吃俭用想给孩子好的, 还要被你骂? 你呢? 背着我给你妈买东西, 一花十好几块, 你那个妈就知道催催催, 天天催, 前几天又让人烧信给你了吧? 都让人给他递话说佳音要月考, 这个月晚回去几天了, 他非得着急, 晚一天都不行, 哪个月家里的东西拉下他了, 他还有个当老人的样子吗? 江建军刚才是难得灵机一动软移了话题, 可是他哪有秦宇兰嘴快啊, 几句话功夫, 李全就跑到了秦宇兰那头去, 但江建军头一次不那么烦妻子的得礼不饶神, 眼角余光看着一位妻子叽叽喳喳, 笑个没完, 小女儿已经皱眉不愿意看了, 江建军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却还是表现得一脸愤怒, 江建军朱口奔舌的道, 说家里就说家里, 你说妈干什么, 老人, 老人哪里是能说的? 老人咋就不能说了, 老人多了啥, 我还有一天会变老呢, 谁能把我当祖宗供着呀? 钱宇兰, 你再这样, 咱现在就回去, 你这些话当着妈的面说, 我是管不了了, 你去自己跟妈说, 你, 钱宇兰满脸的得意洋洋, 一下子就僵住了, 不敢相信, 丈夫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威胁他, 这下终于火了, 钱宇兰猛地用力推了江建军一把, 就哭了出来, 找你妈, 找你妈, 江建军, 你明知道你妈看不上我, 你还拿这个对付, 你这不是跟我吵架, 你是想逼死我呀,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 欢迎订阅收听, 由喜马拉雅, 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西小妍猎神, 领先主播的多人有声小说剧, 周少的学霸田七, 作者, 福七七七, 这一声豪哭, 完全能听出来, 钱宇兰对江家老太太真是又惧又怕, 江家因被他妈哭得脑袋疼, 现在极其后悔, 刚才多嘴混了那么一句, 早知道爸妈竟然会因为这个吵起来, 她说什么都不会好奇, 不就是几封信吗, 他爸愿意藏着就藏着, 供起来他都不管, 看不看又不会少了他吃的喝的, 可是现在吵了架却真的是影响到他了, 爸妈, 你们别吵了, 江家因揉着脑袋, 钱宇兰却转身一把抱住女儿, 哎呀, 家因, 妈的命好苦啊, 你爸这个狠心的, 但是恨不得我天天回乡下, 让你奶挫磨死啊, 你奶那个老婆, 妈, 江家因一听, 他妈哭着哭着, 差点把私下里跟他抱怨骂他奶的话说了出来, 他爸脸色瞬间就清了, 急忙喊了一声, 钱宇兰也惊醒过来, 看见丈夫满脸震惊怒急, 知道自己再怎么也不该当着丈夫的面这么说, 就闭了嘴, 抹着眼泪, 见他妈哭个不停, 江家因看得一阵心烦, 又劝了两句也不听, 干脆气得直接松开了他妈坐下来, 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 行, 那你哭吧, 你跟我爸结实吵吧, 我不吃饭了, 我也不写歌, 也不考试了, 钱宇兰满脑子的火气, 被大女儿这么一喊, 总算降下来些, 别, 江一你别不吃饭, 你这马上就要考试了, 营养跟不上怎么行, 你快吃, 妈特意给你做的, 你跟我爸吵着这样, 我哪儿还要胃口吃饭啊, 不吃了, 不行不行, 饭怎么都要吃, 家因听话, 是妈错了, 妈错了还不行吗, 一看大女儿这样, 钱宇兰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委屈, 着急地拿筷子给女儿夹菜档, 见女儿扭过身去, 还不肯吃, 钱宇兰不由地转头去看丈夫, 本以为为了孩子, 他总该也愿意服个软了吧, 结果没想到, 江建军脸上的怒火, 竟一点也没散, 钱宇兰顿时又被气得心头火起, 可同事结婚十几年, 因为对丈夫的了解, 钱宇兰也终于忍不住疑惑了, 那铁盒子里, 真的只是装着丈夫占油给写的信, 可寄过来的海带虾米, 还有更贵重的东西, 也都拿出来全给佳音吃了, 从小到大吃了十来年了, 怎么信就一眼不让看呢, 还值得为他一句话, 生这么大的气, 江建军不知道, 他越是这样强调, 不能随便动他的东西, 钱宇兰就越是心里猫脑一样, 想知道, 可偏偏他根本不敢, 只是轻摇淡写地提一句, 生怕钱宇兰真的去撬索, 不行, 看来信以后还是要换个地方藏, 但是, 他又能藏到哪里去呢? 行, 江建军你还是要闹吧, 你不怕孩子看笑话你就闹, 我看你心里不只是没我, 也没孩子, 你哪怕只要为孩子想一点, 也不至于抓着我不放, 钱宇兰心疼女儿, 气得呼出去地哭道, 没想到, 这句反倒是让暴怒中的江建军 突然冷静下来, 转头看向两个女儿, 江家音正红着眼睛, 侧身坐着, 满脸的委屈, 而小满, 小满正低头慢慢吃饭, 直到他看过去, 才抬起头来,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平静地看着他, 仿佛在问他, 看他干什么? 江建军顿时看得一阵心紧, 这孩子, 最近这段时间, 他已经尽量在改, 也花了些精力注意到他了, 但是显然还没误暖他的心呢, 也让江建军意识到, 钱宇兰的想法, 一天两天是改变不了了, 与其在这里跟蠢笨的钱宇兰争吵, 不如看看他能做些什么, 江建军不由得面露沉思, 钱宇兰顺着丈夫的目光, 也终于有空注意到小女儿, 气得骂道, 我就知道你个没良心的, 你姐都气得吃不下饭了, 你就知道傻吃, 我真是上辈子, 算了, 定定地看着小女儿半天, 江建军突然像是没了力气一样, 开口道, 什么算了, 这死丫头就是没良心, 你看看他, 家里都吵成了这样, 还吃得欢, 还是巴不得我跟你天天这样吵, 他就高兴了, 钱宇兰无意中, 竟然真的说中了江义心里所想, 我说算了, 江建军突然大喝一声, 钱宇兰喋喋不休的责骂声, 戛然而止, 目瞪口呆地, 转头看着气喘不已的丈夫, 江建军也慢慢平复了呼吸, 抬头目光沉沉地, 看着钱宇兰, 钱宇兰, 这日子, 你如果还想好好过, 就别吵了, 剑, 建军你, 钱宇兰愣了下, 顿时变了脸色, 有些结结巴巴起来, 谁家两口子不吵架, 过日子不就是磕磕绊绊的吗, 建军刚才这话是啥意思, 啥叫还想过就别吵了, 要是继续吵, 他, 他还想跟他散伙是怎么的, 江建军站在眼底, 手钻紧了, 又伸展开来, 直到确定, 走路说话都不会有什么异常了, 才过去坐下, 拿起筷子, 吃饭吧, 江家音也被吓得不敢再赌气闹脾气, 转过身来, 小心又不解地, 看了他爸一眼, 这才有些心惊胆战的, 要拿筷子, 手刚摸到筷子, 见他妈还一脸不敢相信地站在那里, 江家音顿时急地叫道, 妈, 江家音恨不得直接拽着他妈坐下, 他爸这好不容易火气下来了, 他妈要是再不遇不饶的, 那今天这饭也就不用吃了, 江家音叫的这一声也呆了不满, 明知道他要考试了, 不能受到影响, 他妈之前也答应了, 他最近别找小满的事, 结果转头就跟他爸吵上了, 行了, 妈这就吃饭, 钱玉兰有些拉不下脸, 却也不敢再闹, 江建军拿起筷子, 却一直都没有去夹菜, 而是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不动, 除了江一之外, 另外两个人自然也不敢动, 钱玉兰忍不住跟大女儿对视一眼, 觉得丈夫今天奇怪得让他感到有些陌生了, 好半天, 江建军才终于伸了筷子, 不是给他自己, 而是先给两个女儿各自夹了一筷子菜, 江建军抬头, 与其郑重道, 是爸不对, 不该当着你们的面跟你妈吵, 以后爸会注意的, 至于家里的钱, 爸跟你妈虽然有负担, 但两个人挣工资, 日子怎么都过得下去, 你们姐妹俩上学也不用担心, 只要你们能考上, 爸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勾你们, 钱玉兰这个人就是既吃不既打, 一看丈夫好好说话了, 刚才哭的眼泪都还没有全干呢, 顿时嘴又欠了, 邪了江一眼, 钱玉兰撇嘴道, 听见没, 你爸要砸锅败铁了, 看看自己能丢人的成绩, 要脸的还不赶紧退学, 良心让狗给啃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每一集都要听到最后一秒哟。